有鰻鱼粒在這裡 它的鰻鱼也很大粒 本節目適合軒仔 和S先生的個人及非專業意見 最好叫爹地媽咪 三姑六婆 陪同觀看 如有不同意見 那一定是你對 敬請留意 天仔又有選擇困難症 看了菜單看了很久 因為這裡什麼都可以吃 它有魚湯米線 又有小炒的食材 然後什麼都可以吃 這裡又有機械人送餐 現在也很普遍 這間餐廳叫做榮華丸 在Finch 加麥卡蘭 但是軒仔太餓了 所以他很專注地找食物 哈哈 這裡連咖喱蛋包飯也有 好像茶餐廳 是啊 那你想到吃什麼了嗎 這是我最喜歡吃的叉燒 看看它的質感如何 很厚 很搞笑 好像整塊叉燒的樣子 叫一磅也挺多 這是什麼醬汁 應該是豉油 我先夾一下 這些叉燒也很瘦 我覺得 不是太胖 不知道這是什麼醬汁 是不是蜜汁 叉燒原來是冷的 不是冷 即是室溫 對 而且可能比較喜歡瘦 所以肉質比較硬 但又不是硬 是吃得到的 嗯 OK的 這個就是鹽焗壽司雞 我猜不到原來這麼大碟 對,其實很大碟 還有原因為什麼叫這個呢 是因為沒有骨 哈哈 對,其實它應該好像有骨的 有骨嗎 這個骨 但它的骨也偏大 其實你小心,它可能有碎骨 你看看 是不是 是不是 它是不是拌了醬汁 是不是有麻醬的 有啊,有拌醬汁 它是鹽焗的 我最初以為是上海的 有些粉皮 原來不是 這個真的整碟都是雞 不過看起來不是很多醬 但你吃到麻醬嗎 是鹹的 因為是鹽焗雞 對,其實麻醬就不應該這麼多 這個雞是冷的 那你覺得那些味道如何呢 有什麼特別呢 是挺有味 因為它這個是鹽焗雞 所以有些鹹味在這裡 吃得到 還有那些青瓜 吃得挺清新的 其實夏天吃得不錯 剛剛熱到我們雲穩地 現在吃得多開胃 但是唯一不好是有些骨 那你不可以要求雞沒有骨 哈哈哈哈 如果沒有骨就會更加多一點 這個就是海鮮炒飯 鰻魚炒飯 對,這個鰻魚炒飯 上面還有一些木魚飄一下飄一下 不知道有不多鰻魚呢 有些鰻魚粒 它的鰻魚也很大粒 就是手指頭的尺寸 是不是? 你看 你怎麼吃鰻魚不吃飯 哈哈哈哈 你快點吃碗飯 夾到座 哈哈哈哈 打得少 有些蠻香的鰻魚 還有魚醉加起來是蠻香的 是啊 聞到可以好 其實我小時候喜歡吃鰻魚炒飯 給我媽媽介紹 中草了 給我媽媽 小孩是不是不小心不得太多鰻魚呢 因為我去過鰻魚 我怕不少你們的鰻魚 你拿出來 這個鰻魚飯 甜甜的 有些鰻魚汁 是不是啊 還有鰻魚的鰻魚味道 不錯啊 都搭搭鰻魚 因為你夾了很多鰻魚 是不是啊 嗯 你看 全部都夾了鰻魚 小心撲了五六粒 你扔一些下去 哈哈哈哈 飯怎麼樣啊 我覺得這個鰻魚飯真的蠻香厚的 鑊氣又重 而且裡面都蠻足療的 有很多粒鰻魚 這些這麼大粒 然後呢 還吃了少少這些魚子 應該是 那你又說很少鰻魚 還要拔出來 哈哈哈哈 其實裡面還有的 但是你一碗飯 裡面有五六粒 就輕輕多一點 哈哈哈哈 這個呢 就叫做海鮮粉絲煲 它也挺多海鮮的 有些蝦粒 跟著有些魷魚粒 有蛋爆 還有好大粒魚子 對呀 我們要拌勻 都要的 我們還叫做一個 一口豆腐 但是它沒有 所以我們cancel了 那你試一下這個 這樣也夠飽了 對呀 所以剛剛好 對呀 粉絲呢 因為是用鐵鍋裝著 所以是很熱 很溫暖 對呀 那這個XO醬 你覺得怎樣 所以我覺得有點辣 我覺得它挺香口的味道 對我來說是有點辣 對呀 但是XO醬是挺香的 那裡面吃到一些材料嗎 有些蝦 小小的蝦 還有一些魷魚粒 我吃到很多椰菜 也挺多海鮮 就是質感吃到 會有多重口感 都挺特別 我覺得挺好吃 其實 反而我覺得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 啤啤奶茶 但是呢 很搞笑呢 它沒有那些冰 頂住之後呢 就變得很小 很有趣 哈哈 好像井底啤 哈哈 其實奶茶也挺大瓶的 是呀 是呀 它浮一下浮一下 在浸泉 哈哈 很有趣 它是煙滑了 其實奶茶味 就已經比普通的 冷奶茶濃一些 因為它是沒有冰的 類似的 它好像冰震 對呀 它有冰震的感覺 很有趣 因為呢 這個奶茶 就不是很冷的 因為那隻紅仔 其實都是奶茶做的冰 對呀 所以呢 整個感覺就是 好濃的 這個冰奶茶 挺好吃的 你這杯冰冷茶 竟然是外賣杯上 對呀 然後呢 它還當是跟餐 所以就是加冰飲 加7號半 對呀 都挺划算的 現在呢 很多餐廳 加冰也加過半 所以可以請教一下 所有的煙草 等下 你們再談吧 今天還是連結了 還未能 請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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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